我也想問問大仔忠先生 當你們第一次收到北區院被的片段 一起在家裡看的時候 你們的過程和大家的反應是怎樣 因為昨天我們很多同事圍著看 就真的嘩嘩 為什麼可以這麼嚴重 大家情緒都很激動 你們第一次看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我們12號拿到段片之後 其實我們 是不敢讓媽媽看的 因為我們聽完爸爸說過之後 已經大概知道情況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看的時候就是 我媽媽就叫她去房間不要讓她看 尤其是沒有聲音 我們就可以在廣場看 但是我也是 我爸爸比我硬正 我是不敢看下去的 我每次一看我都會受不了 因為昨天你離開記者會都挺勇敢的 因為公開這段片出來 其實某程度上再次看都是一個二次傷害 但是公開給大家看 希望可以有一個公道 我們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跟爸爸解釋那個情況 你是受了傷害 但是也不想再有其他人 其他人都是受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爸爸也覺得是 所以是要站出來 如果沒有段片的話 可能情況會更加差 或者當天他如果是在警局的時候 我們覺得是可能會 一定是比現在更加傷 我們完全猜不到他們可以這樣去虐待一個老人家 即使他真的犯了法 但是當時還沒有判的情況之一 即使是判了也不應該這樣濫用私刑 我們看這段片 我自己是看得受不了 還有伯伯當時是喝醉了酒的 他是近乎斷片的 我問回他整個過程 他也是零零散散的 記得一點 但是到開始被人打 打得這麼痛就醒了 但是他被人打的時候 雙手雙腳完全綁在床邊 所以不存在制服這回事 完全不是啦 大家看到的 一定是私刑 亦都不可以又說八百去怎麼挑釁他 襲擊他 警方自衛 完全說不到 這個是很特殊很特殊的個案 國王外處理很多 投訴警察私刑 毆打 沒見過有一宗 是這麼清清楚楚 無可辯駁的個案 而是有片 最重要是有片 中先生 你說他都比你硬正 他自己看回的時候 當中有多少他記得 有多少他自己都看回才覺得 去到這麼嚴重呢 其實大部份他都不太記得清楚 因為他告訴我們的時候 他那一刻 大家看片都可以看到 其實他那一刻真的 覺得是不會再見到我們 你看見他去撞床架 他都想著可能是會死了 或者不會再見到我們 有很多他都是零零碎碎的 只是覺得希望趕快去過了 但是有一些很深刻的說話 那些警察說話是很記得的 哪幾句他特別記得 就是說這些才是黑警 黑警是這樣的 還有他恐嚇我爸爸 就是說了我媽媽 我和我弟弟的名字出來 自然他會知道我們的地址 他就說會把他們搞好 就是搞好我們 所以他沒有說過之前 當日我三點半第二次去找他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他在那間病房 但是那時候他就躺在那裡 就好像情緒穩定一點 他就叫我走 我才以為他沒事 然後那一刻他也沒有告訴我 是事後才知道原來是 剛剛被打電話 爸爸什麼時候才告訴你們 6月26日晚 我們保釋完他出來 之後我們在家裡 慢慢問他 當時的情況 因為我們看到 他回到家裡 我們看到他身體的傷勢 不會是自己撞 或者其他人 因為那些位置 你不會是身體的 不會自己撞 那他才 慢慢慢慢說出來 那你們很快就決定去警察投訴課 之後 第二日 其實 第二日早上 我們就去警察投訴課 以及去找議員 我們分開兩邊去 那去警察投訴課 那裏就是我弟弟 他當時已經是跟我們 他說的事情 就是跟我們 跟議員說的一樣 就是兆市經過 他被人抓到那間房間 那間房間是有閉路電視的 你很肯定 你們有沒有留下一個自己的 類似後公子 跟警察投訴課那邊說 那裏是有CDV的 有沒有這樣的紀錄 我們看回 因為我弟弟跟他說的時候 我弟弟說他肯定是有說到有CDV 也有說到那間房間 我們看回那張東西 我們現在時候看回那張東西 那張東西 只是有寫到那間病房 那件事就沒有寫到有CDV 但是我自己覺得 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既然已經寫了這間房間的話 他如果是想著 他要主動去查 而他也覺得這件事是這麼嚴重的話 是應該去查的話 我相信很快 至少會快 我們現在這麼久才會得到一樣東西 然後已經想著 看她去看 既然是有CDV 買票 感谢观看